就是把206的APP上個禮拜的東西增加固景主題顏色 然後呢在上傳那個 APP 上傳APP部分的話就是做出類似像這樣 就是有一個圖 然後有名稱 有敘述 然後把這個APK 這個APK的話就點這個 它就下載了 點這個小綠的有沒有 它就會下載這個名稱 下載下來的話你們這樣就繳繳這一個啦 不過它名稱好像不是206APP 你就把它改一下名稱 叫206APP 這樣子 OK就繳這一個 然後跟哪一個呢 跟那個你的VIP檔 反正就是206.APK 然後206.VIP 就這兩個檔 OK 那另外的話呢就自己再變化一下 反正就把那個 這一題也稍微變化成那個其他的內容 那 當然呢 下個禮拜的話呢 我們又要再增加一個東西啦 就是說 比如說如果我這個圖示喔 假設說我們將來做出來的 這個網站喔 如果我底下呢 可以把它變化一下 變化成什麼 變化成那個 換個圖 會不會更好 比如說換個圖啦 如果換個圖 會需要做很多 就是什麼 原來這個小說圖喔 這個小說圖喔 裡面只有那個什麼 總共17個 ICON 那它 ICON數量太少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喔 希望把這個 ICON喔 我這邊 換一下喔 假設我今天把它改成 這個版本 類似像這樣 有沒有看到 這上面的話呢 可以變成像這樣的 ICON 有沒有 這個 ICON的話呢 是自己可以放上去的 有沒有看到 這四個 原來是那個 就是醜醜的啦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喔 希望呢把它變成 每個 ICON呢 這個圖示喔 都可以制定 甚至呢 你可以自己放你喜歡的 這個小說圖都沒關係 有點像剛剛那個 ICON 那只是說呢 這個 ICON要怎麼做喔 這個下個禮拜我們再來看好了 那不過喔 可能又要變動那個 這個程式裡面 蠻多的部分喔 包含就是說喔 第一個呢 我們的那個 JQuery Mobile的那個版本 原來我們版本是1.0的 那這個地方喔 恐怕如果你要把它變成 這個圖示的話 你必須要把它改成1.45的版本 也就是 後面必須要 把版本變更 那如果版本變更的話 勢必呢我們原來那個 布景的顏色喔 我們是用1.0的 那可是如果今天你把版本改成1.45的話 那你那個什麼呢 布景主題的版本喔 恐怕就要變更了 所以呢布景主題的 這個部分喔 恐怕我們剛剛用的版本喔 布景主題前面喔 就變成要變更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布景要在這裡 這個地方 我們原來是 用的是1.0的版本 那如果說喔 我想要變更的話 你會發現這上面喔 JQuery Mobile 你可能要改成這個版本 1.45的版本 因為如果你沒有用 一對的版本的話 它顏色都跑掉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把它改成1.45 雖然底下的 顏色都變更了 但是喔 你會發現上面的 這個布景顏色 都變成黑色了 因為它找不到 所以這個可能要特別的注意喔 要怎麼變更啊 不過這個我想 蠻多的細節喔 我們下一次再來看 那今天的話主要喔 就是 把那個 今天的作業完成就好了喔 那最近的作業其實 算是 延續那個 上個禮拜的部分 然後並且做個變化 OK喔 你就量力而為 如果可以的話啦 當然就是 多做一點 如果不行的話 沒關係 你就是稍微把那個 也許相機 內容稍微變成比較接近的東西就可以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另外的話呢 也就是在那個 線上簽個到吧 然後也許 我們再看一下 剩下的時間給各位做練習 謝謝